太极权的理论 太极权的理论是一种哲学 我们凡是在创造这个权论的时候 在建构一个学说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有中心的思想 那么王宗岳祖师呢 就用老子的学说来作为中心的思想 所以太极权就变成一种有哲学的权术 所以这对太极权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哲学就是它的主义 以现在来讲太极权论就是它的主义 这是太极权哲学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一个门牌如果没有一个主义 没有一个理论的中心 那它的理论如果不能达到哲学 它很可能是错的 所以王宗岳祖师呢 他根据这个太极权的学说 太极权老子的这种想法 来讲太极权 所以它的理论呢 就得到了很好很好的根据 也很不容易被人推翻 那么这个阴阳学书跟权术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它最重要的是在讲阴阳的分合啊 因为太极它动的时候 它是分的 它进的时候呢 它是合的 那么在动进呢 就是武术咯 所以武术呢 有动有进 什么时候是动的呢 动就是分的时候 什么时候是进的呢 进就是它讲和的时候 所以我们太极权呢 在讲和的时候是进哦 注意哦 进是回到武术去哦 也就是回到道去哦 所以讲进是太极权哲学 更重要的 因为它回到了道那里去讲 但是太极权讲动的时候呢 它是讲阴阳 阴阳呢 它是动的时候讲 所以呢 太极权就是有动有进的哲学 所以太极权它在讲动进的时候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太极权其实它就是动进的权术 大家一定要注意 太极权是动和进的权术 如果没有和动和进的观念 那么太极权呢 就和阴阳学说没有关系了 什么时候要进呢 就是我们要跟敌人合在一起 为什么敌人跟我没有关系呢 哎 这就是太极权假设 敌人和我们呢 就是一个阴 一个是阳 所以呢 敌我就是阴阳 如果敌人是阴 我是阳 如果敌人是阳 我是阴 所以呢 我跟敌人呢 要跟以近的方法 跟它融合 好 感谢 好 我专门